嗨,你好,我是超级,也是福尔吉 上礼拜我去台南 其实这五六年,我每年都有去台南 可是几乎没有去完 下高铁之后直接到大学书店演讲 结束之后赶回到台北 实际上待在台南的时间 最多也是四五个小时差不多 很可惜 所以今年我决定一定要去玩 去哪里 四朝大桥 四朝大桥有去过吗 没有 没关系 我想去过四朝大桥的人没有很多 那么漂亮的地方 很可惜 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去过四朝大桥 我想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交通不方便 大众交通工具班次很少 对,这一次我去台南 觉得台南的交通工具蛮不方便的 因为没有捷运 公车班次也少 不是假日的话更是 台南人好像大家都有汽车或者机车是不是 那么另外一个理由是 这个理由可能比较大 天气 好不容易来到不一定看得到夕阳 虽然是台湾数一数二的漂亮的地方 大家不敢安排行程 所以今天等一下我把这个角度请跟大家分享 影片也可以感到漂亮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台南四朝大桥 台南 四朝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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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来到四朝大桥 四朝大桥在台南 台南的安平区 安平区吧 这里有名的是西洋 很漂亮 这里的西洋是台湾第一不 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也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很漂亮 今天天气很好 有一点点云 可是风很舒服 你看 你看 眼前180度的视野 一片海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四十五分 太阳完全下海 还需要一段时间 今天是我来这里的五次 其中两次天气不好 看不到夕阳 第一次看到夕阳时候的故事 以前我有做影片 下面贴link 有进去的朋友 点进去看看 人越来越多 今天有太阳的地方 刚好有云 哈哈哈哈 刚刚显蓝色的天空 现在变橘黄色 等一下蓝色 再来黑色 短短的时间内变得很快 在桥上看西洋 好像眼前有一个很大的荧幕 看电影的感觉 很大的电影 很多人说 夕阳很浪漫 但 我会感到悲哀 看夕阳 心里一直在等 结束的时候 最后一刻 快要下海的时候 夕阳很大 下去的速度变快 他不等我 就 没了 四草大桥的夕阳真的很漂亮 我本来以为那一天没办法看到 刚好有太阳的地方有云 可是最后从云的下方 好像掉下一颗红球似的太阳出来 之后到下海 没有多久 五六分钟吧 我看到最后一刻 那时候桥上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 我跟大家分享 日落时间的两三分钟前 夕阳将要下海 最感动的那个时候 好像算好似的警察过来 取替停靠路边的违规停车 他们知道警察来了 放弃看夕阳最感动的时段 很快上车开走了 摩托车也是 我觉得很像是夜市的路边摊 他们知道警察一来就散掉 开始民族大移动 一模一样 剩下的只有我一个 我是坐计程车来的 没有违规停车 结果我独占 眼前的一片海 和下到那个很远的地方的夕阳 我跟夕阳静静的对话 夕阳下海之后好久一段时间 我站在桥上享受余音 十分钟二十分钟 天渐渐的变黑蓝色 风变冷 回去吧 这么想到的时候 我发现怎么回去 那个地方不像台北 几乎没有空的计程车通过 好冷 我下桥之后 一直往前走 一直走 可是周围是一片空地 没有路灯 很暗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男生 骑脚大车过来 请问一下 我要回台南车站 公车站还在哪里 他说 我走错路 这样一直走的话 就会到海边去了 他告诉我的公车站牌 我早就大概半个钟头前走过 回转 要走回半个钟头 已经很累 肚子也饿 好不容易找到站牌 站牌没有灯关 马路的左右两个 不知道哪边等 跑两个地方 确认路线图 看时刻表 差不多半个钟头一班 等了一段时间后 公车来了 你要去哪里 司机先生开门问我 台南火车站 你坐下一班 门关起来他就走了 好冷 好冷 现在已经过七点了 几分钟后 黑暗的远方看到 公车的车内灯 说就对来了 可以回去了 回到台南车站的公车上 我坐在最前面的 司机先生旁边的位置 我跟司机先生聊天 司机先生爱讲话 一直讲 他还当导游给我介绍 台南市内 很亲切 这里五肥庙 这里的肥墓是古迹 在台北有时候 跟计程车司机聊天 但没有跟公车的司机先生聊过 有几个乘客上来 年轻女生 也有高中生 司机先生开始跟他们聊天 他们也很开心的跟司机先生聊天 常常听到笑声 我看这个样子觉得 整个车上充满着人情味 台北的话绝不可能会有 好像是四十年前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的气氛 就是新的发现 台南 不错 好 那么今天的超级业司机到此 就结束了 下次还有机会的话 我们继续聊聊吧 拜拜 拜拜